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金松》时段 由琳达为您送上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时事小品 由关税引发的所谓中美贸易战依然是新闻焦点 究竟有多少国人知道什么是关税呢 这个贸易战的输赢跟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抵制美货 抵制美货 学战到底 学战到底 抵制美货 抵制美货 学战到底 学战到底 哎 郭啊 你说这中美贸易战开打 我们能赢吗 必须的呀 你没看吗 美帝一看咱们动真格的 立马认怂了 真的呀 你没事回去看看新闻啊 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那新闻里头是咋说的呢 我你找一下看啊 嗯 这呢 看 外交部说的 不想打贸易战 劝美没必要飞撞南墙再回头 还有啊 人民日报 美方止损的唯一出路就是悬崖勒马 后面还有啊 八位专家谈中美贸易摩擦 说回击坚决有力 要打同美方 中国亮剑 支持美国其次 让美方一改咄咄逼人态势 单方启动对华贸易战 美国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哎 郭啊 那你说万俄的美帝国主义 他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就让他自己砸好了 那万俄的美帝国主义 还要撞南墙 就让他自己撞好了 还要让他回什么头呢 那万俄的美帝国主义 他已经站到悬崖边边上了 哎我们踢他一走 他不就下去了吗 还要悬崖列马干啥嘞 美国这是跟咱们死磕 他这是自决坟墓 自取死路 做不了的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 是唤醒国人 要让国人勒紧破袋 抵制美货 要跟美国死磕道理 放心吧 勾 哎 你干嘛去 我去沃尔玛 哪有东西啊 你不知道沃尔玛是美国店吗 你不知道是在抵制美货吗 我知道啊 哎 知道你还去沃尔玛支持美帝 你看看那个标语 宁可吃野菜也要与美国 纵培到底 哦 你们是抵制美货的 对哦 不抵制不是中卫人哦 抵制美货有问题吗 没问题 只不过呢 现在最重要的呀 不是抵制美货抵制日货 现在最重要的呀 是抵制二货 通谁二货 哎 这里二货呢 又回来了 哎 你还能去沃尔玛 哎 哎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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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得事 没得事 没得关系 算了 算了 哎 消消气 哎 你不能去沃尔玛 现在中美货义战争开打 我们要坚决底子美后 你知道吗 啊 知道知道 打货义战得有资本 那你能拿什么跟人家打贸易战呢 哎 没看新闻呢 我等已经亮出杀手锏 要对美国的大豆和飞机征收25%的关税 对美国大豆征税啊 将重创美国农业 哎 你知道吗 美国的农村地区啊 那都是共和党的票仓 打击到农民 也就打击到川普 看看美丽还能兼职几天 等等这招 高明吧 嗯 那是比缺德呀 哎 我党那是天下无敌 听说啊 这美国政府要给农民提供农业补助 而且呀 因为中国买家疯狂买巴西大豆 哎 搞了巴西大豆涨价 啊 原本要去买巴西大豆的欧盟买家呀 全一股脑的去买美国大豆 所以我觉得吧 咱党的这个杀手锏的威力啊 大打折扣啊 哎 你是说 这美国大豆不出卖 这欧盟买走了 真的假的呀 这太是真的了 美国富于顽靠 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哎 欧盟 跑去帮美帝 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打贸易战 得有实力 不是靠口炮 哎 我国呀 不对线入室承诺 就不可能被国际市场接受 哎 你说今年的这个报道论坛吧 就没有一个重量级的国家领导人来 那是当然了 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些亲美帝国主义国家领导人啊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现在都在家养脚呢 能来的都是愿意跟我党摸石头过河的 行行 那你们俩慢慢摸石头过河啊 我得去买点东西 哎 郭啊 你说在中美贸易战开打 美国政府给美国农民发补贴 但我们党能给中国人发补贴吗 想啥呢 能有点党性吗 咱能有那补贴吗 咱的口号是 宁可吃野菜 也要与美国奉陪到底 哎 我说小伙子 这野菜可不好吃啊 我是过来人 这柳芽 婆婆丁 灰灰菜 小野葱 我都吃过 不好吃 而且这吃野菜也分纪结性 你到了冬天 你哪找野菜吃啊 你只能吃树皮 而且中国人这么多 真到了吃野菜的地步 那树皮都不够吃 哎 我就是以比喻嘛 表达一下我们抵制美货的决心 抵制美货 为啥呀 为了打一贸易战 现在美帝 想让中国降低关税 我们不能让他别腾 我说两位 知道啥叫关税吗 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这中国的关税 如果能降到 加入世贸时承诺的 2.5%的标准 那进口的优质产品 在中国卖的和国外 一样的便宜 你看啊 我给你举个例子 哎 你看 那个 路湖乱胜 这越野车 棒棒 英国产 多少钱 出厂价 才相当于人民币52万 俄罗斯卖多少钱 60万人民币 中国卖多少钱 你知道吗 190万人民币 知道为什么差这么多吗 不知道 一台路虎 进口以后 加25%的关税 40%的消费税 17%的增值税 这还有购置税 这还不算 总代理啊 四孩子店啊 层层加价 最后到了消费者手里 就变成190万了 啊 真的 是啊 这换句话说呀 中国如果能取消贸易壁垒 这优质的外国产品啊 进入中国 这老百姓 再也不用到国外去扫货了 那 我们就不用去日本买麻津干了 是啊 再说了 你对美国大豆加关税 那中国大豆的来源怎么解决呀 这豆油 豆制品 肉类 猪赤料 那价格不得飞涨啊 最后是什么呀 不但没有制裁美国 反而变成了杀敌十个 自损一千 小伙伴 你们好好想想 哎呦喂呀 这给大豆争税 这是啥子人才想得出来的方法呦 这个糟得多傻呀 说什么 给大豆争税 打赢贸易战 这不动你玩吗 刚才为您送上的是 系列时事小评 笔质美货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